立法院今天通過義務役 疫期恢復為一年查照案 二零二四年就會實施 未來國軍兵源 渴望大幅增加 陸軍則是規劃 新編成五個海岸守備旅 由一年期義務役石 主要部署在西部敵軍 可能登陸進犯區域 立法院九號通過義務役 疫期恢復為一年查照案 二零二四年將會實施 未來國軍將增加 兵源提升戰力 面對將增加的義務役人力 陸軍規劃新編成五個海岸守備旅 作為接受一年一期 義務役男的專責部隊 這五個海岸守備旅 主要部署在西部 由北至南駐地依序為桃園 楊梅 苗栗斗幻坪 嘉義旗鼎 臺南大內 高雄鳳山 由各作戰區規劃部署在各地特定海岸 在戰時守備部隊必須運用向道障礙 及兵火力來確保區域安全 並且支援主戰部隊作戰 模擬阻絕敵軍搶灘 國軍展現火力 讓對方無法踏上國土 專家認為 灘岸守備原先是後備部隊 也就是退伍官兵 再召回訓練負責 現在改由現役官兵一年EUE 鞭石的守備旅 戰力渴望大幅提升 解放軍他們會進攻 會登陸的 西部是首當其衝的一個區域 所以會優先在這個地方的建立 他的守備的兵力 專家表示 海岸守備旅除了人力強化 更重要的是裝備與時俱進 面對敵軍登陸部隊多為精銳兵力 海岸守備旅的武器至少要與一線部隊相當 並落實訓練 才能發揮及早預警 阻絕敵軍進犯 記者歐榮謝正林 台北報導